把红颈当中的基罗夫飞艇做成模型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Hello大家好 我是王王 我的魔玩与你分享 今天要和大家拆合把玩是由边境模型出屏 出自红色警戒当中的基罗夫飞艇 和他们家上一款的灰熊坦克一样 这次依旧是免涂装免胶的拼装模型 拼装的过程嘛还算是顺利 其中灯组和电击的走线并不是傻瓜式的 需要有一定的动手能力 组组完成之后这个造型真的是情怀拉满 小时候偷偷去网吧打红颈的画面一幕浮现在了眼前 鲨鱼头的眼睛和嘴巴都用到了分件进行分色 蒙皮是以整个左右合的零件中间有一道大缝在所难免 船身的龙骨是多段零件凭借而成 在上面有着相应的细节刻画 在飞艇下方除了有炸弹的吊舱 驾驶室上也是有着超多的刻线细节 下方的地台支架有着非常浓厚的重工业美学设计 正面是有着三个拨杆开关 分别控制着各方向的螺旋桨电机 以及灯组的电量 那以上就看完了本款拼装模型的全部内容 全长40厘米 作为苏联阵营最强大的空中单位 基洛夫飞艇有着极强的破坏力和防御力 同时也是苏军绝对的力量和坚定的信仰的象征 作为红颈老玩家来说 本款绝对是非常推荐入手的 那以上就是本期模玩分享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记得多多点赞 我是汪汪汪如有下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